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河岸边堆沙包来防洪 但是偏偏还有老鼠来叫去 美国中西部的洪水危机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除 密西西比河流进密苏里州的部分河段仍然有馈决现象 大水漫过河堤往外流 近人士听天命派出人手堆沙包尽量减少洪水一流 大水已经够伤脑筋 结果还有射鼠来搅局 工作人员联盟抢修 花了六小时才堵住缺口 大水来势汹汹 密苏里州林肯郡有300户民宅淹没 大部分住户早就撤离 还是有人不肯走 在屋顶搭帐篷守护家园 不过心里已经有所准备 大水要是挡不住还是得跑 沿水地区车子无用武之地 只能路上行舟 还好没有再下雨 密西西比河上游水位已经消退 可以松一口气 下游地区还在保持戒备 就怕已经吸饱水的沙包承受不住 崩塌溃蹄 带来二次灾情 带新闻赵远颖编译 好的 这次美国中西部的水患中特别来关注印第安纳州 这个州在五月底遭到龙卷风袭击 在六月初六月七号又遭到了暴风雨肆虐 造成当地中南部将近百年来的大水患 当地持续志工隔天立即动员勘灾 不到几天志工更联合其他地区 总计有四地的慈禁人 再度展开了勘灾行动 包括了芝加哥 德顿 哥伦布 以及印城当地的志工 四地志工 联合到印城关心龙卷风对灾民所造成的损害 也到达史班赛以及劳伦斯维尔 来关心水灾对灾民所造成的影响 也了解灾民的需求 残破不堪的住所 这是印第安纳州 日前不但有龙卷风肆虐 更遭逢百年来的水患 慈禧人再度勘灾 包括芝加哥 哥伦布 德顿 还有印城当地 总共四地的志工洗手勘灾 首先来到的是龙卷风灾后的印城 其实四五年前这栋公寓同样遭受龙卷风肆虐 二度受灾 居民满事无助无奈 再往下走来到史班赛 白河河水依旧高涨 紧邻白河的居民南逃淹水命运 泥土就是当时淹水留下的痕迹 再往下走 辞见来到伊利诺劳伦伦斯维尔的指挥中心 当地刑长还特地带着志工坐上游艇 描述当时淹水惊险的状况 自从淹水之后 许多人出入都要靠着游艇 看着现在平静的水面 当时可是让居民仓皇逃离 四地志工勘灾后了解大致灾情 同时要着手展开下一步的计划 大约新闻美国综合报导